我的圖長得比較像我的真實的個性 就是什麼都圓圓的 看起來呆呆的 我很喜歡一個小小的眼睛 一個鼻子 照大比就比較陽光這樣子 然後阿怪呢 就是什麼事情都喜歡反對 可是他有一顆溫柔的內心 死亡沒想到離23歲當年的我這麼近 就在這邊 這個上面大概一公分凸起來 像是一個縮小板的拳頭 不過它是縮小板的這樣子 然後 你如果不發現它很難 當醫生講的時候 就是你覺得 他好像在講一件跟你無關的事 他說對不起 我們經過檢查 你已經被確定得到癌症 你要盡快做接下來的檢查 當他一講完是得到癌症 我覺得 我好像那種 電器被拔掉插頭 就是耳朵嗡嗡的聲音 然後醫生講什麼 你就 就讓他去講 你也不知道怎麼反應 這件事情怎麼可能會 發生在我身上 我媽都叫我大鼻 鼻子很大 覺得這樣子比較有福氣 那個藥好像突然打到你的身體 你全身好像 一根一根的針就開始在刺你 身體狀況都很糟糕啊 然後很多人都是用那種 很同情的眼神看你 其實自己都很 很逃避去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 有一天 我的老爸在醫院陪我在睡覺 那醫生就進來 探望我嘛 然後我爸呢 就跟他講一下 我的這個病況是怎麼樣 那時候已經是從有藥醫到沒藥醫了 然後後來他們講話就越來越小聲 還走到隔壁去 後來呢 我就在偷聽 老爸就跟醫生說 醫生你把我兒子的血都抽出來 你把我兒子有癌症的血 換到我身上 我願意用我的生命 跟我兒子交換 等到老爸睡著 我才跑到外面去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眼淚就一直掉 一直掉 我覺得那一天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正式面對這件事情 我甚至在想 如果我就這樣走了 可是我至少我要留一點資質片語 我要呢 告訴他們我是很堅強 那時候我才在醫院裡面寫我的日記 哪怕我不堅強 我都要寫我自己很堅強 寫給他們看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好像在做一種鍛鍊 鍛鍊那個肌肉 就是自己好像真的變得比較正向一點的人 對於很多事情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態度 你會很感謝所有人對你的這個照顧啊 誰對你說過一句話啊 後來我才覺得說 這些快樂都是很有價值的 大概一個禮拜會有三次比較基礎 都會運動半小時啦 我還糟糕天下說我要跑馬拉松 我還在臉書上每個禮拜公布我的進度 希望每個禮拜都有一點進步 打破自己的紀錄 我還在臉書上每個禮拜公布我的進度 在臉書上每個禮拜公布我的進度 我都會有充滿過三次的 我都會在臉書上每個禮拜公布的 你的 金里那雅 鲁德 媽咪 老師說 欸 叫你自己看的辦法 照你講 我看你每天都在畫這個小本子 我知道你很喜歡看漫畫 你以為真的是妙不可言 對不對 第三期 OK 我跟他怎麼樣 有人說 四期這樣 不要一開始就詛咒講正 可以嗎 那為什麼是黃頭 因為自己掉頭髮 有個紅色的 那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時候 身上好像一塊塊紅斑 你喜歡一件事情 可是別讓其實你是因為 你對他有貢獻 現在我變企業去成為講師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一個很好的人 那只是一個陽光男孩而已 OK 講抗癌的故事的話 人家會繼續接受你 這這個後服 他也會延續 接下來你就可以去運用 磨難帶給你的學習之後 你要怎麼去安排他 我十四年前出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配的那個 插圖 都黃掉 都泛黃了 這個是 我看一下已經絕版了 當時也比較遠 然後鼻子超大的 跟現在畫的畫已經不一樣了 以前會掉眼淚的 現在就是 腿腿的 就變成 我真實的個性 以前是有一些 生活的這個過程 這個 以前的 以前的話 成為你想要成為的自己 思索自己要的是什麼 去成為那個 自己想成為的人 我就想做這樣的一個我自己 所以這是我今年給我自己的一句話 我希望在2018年 這一句話可以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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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